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如此夸张的执行家法 小心造成孩童心理障碍 人力银行开缺统计 台湾正掀起史上最大百万缺工潮 总缺工高达一百万 今晚有深入追踪报告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叫方杰 一名网红医师近日在脸书发文指出 过去因为太宠癌三名小孩了 导致他们的生活习惯差 自理能力也有问题 所以才终于狠下心来 采取严厉的管教措施 不过孩子的生母通报了家暴 并且控诉真实的状况 是两个儿子被打了一百个耳光 还被踹了胸口 那当时医师任职的核心医院决定 先暂停这位医师的所有临床职务 静后调查 根据家福经济会指出 台湾每年大概会新增 一万多名儿少遭到不当对待 还提出了一份报告显示 有超过三成的孩子受到了体罚 但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近八成认为对身心造成了伤害 所以家长到底要如何管教孩子 才不会涉及暴力呢 另外几十年来冲绳的军民 一直强烈反对这个地区的美军基地 北京现在就积极拉拢 也是反美军派的冲绳之士 郁城丹尼 他从今天起展开访问中国的行程 那么中国到底为什么要打冲绳牌 又能打到什么效果呢 而今天的深度专题则要带您来看 台湾进入了大缺工时代 尤其制造业和营建业最缺人 不少国家建设延宕被拖卖 面对这样的百万缺工潮 政府跟民间要如何解决呢 现在关心me2事件 艺人严亚伦日前被网红要勒发文指控 涉嫌在要勒还未成年的时候 就偷拍私密影片 台北市警局副佑队 今天早上九点半 约谈严亚伦道案说明 笔录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到了晚间七点十七分左右 又到社林地检署进行复训 面对媒体提问 严亚伦的态度相当低调 不愿多做回应 戴着黑色口罩 一头金黄色乱发 艺人严亚伦一脸憔悴 在经过三个小时征讯之后 终于走出警察局 面对大量提问 严亚伦几乎都装作没听见 直到有媒体提出这个问题 听到敏感字眼 首度开口否认 但检请大动作约谈 就是针对他六年前 对网红耀乐做的这件事 第一次是发生在他家 在天母 耀乐在记者会上拒控 十六岁时就严亚伦交往 对方还想拍摄私密影片 被耀乐拒绝 之后 严亚伦却以强迫手段 发生关系 甚至偷拍私密影片 二零一八年九月 两人分手不久后 耀乐就发现私密影片 被流出 却遭严亚伦方威胁 不能爆料 否则就叫黑道 把他处理掉 中种疑问 等着严亚伦给出答案 不过就在启动侦查的关键时刻 却被怀疑他搭的车 是副右队的侦房车 难道大牌一人面对侦讯 想有特权吗 特地澄清这次的约谈行动 是由事检主动侦办 因为严亚伦涉嫌拍摄 未承年私密影片 违反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 检方担心 他会因故缺席 才要求警方慎重处理 监禁高规格办案 除了要厘清真相还给被害人公道 未来还要借着调查行动 把所有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统统摊在阳光下 既新闻十二伟 曹文宁皇冠委采访报道 而且检方怀疑严亚伦涉及拍摄 未成年私密片的受害者 恐怕不止一个人 所以检察官发出了两张搜索票 指挥副右队要同步搜索住家跟公司 那在一罪一罚治之下 律师就指出了 如果未来查出 还是真的有其他受害者的话 严亚伦的刑期就可能会假种 警方在严亚伦住处 进进出出展开搜索 原来除了约谈本人盗案之外 还得进一步找寻犯罪急证 公司外头空荡荡 几乎没有员工进出 因为老板遭到指控 涉嫌偷拍私密影片 恐怕还得吃上刑则 因此这里也成为检警的调查重点 因为检警大动作搜索 包括严亚伦住家 还有他的名下公司目的就是要找到 可能有涉及头牌未成年的私密影片 换句话说受害者可能不止 耀乐一人 冬英男神耀乐每次拍摄短影音 就博得众多网友关注 这次不惜撕破脸也要出面 控诉前男友恶行 因为强制性交罪属于非告诉乃论 监警得主动调查 要来找出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 第一波搜索行动 警方手持两张搜索票 要来针对严亚伦住处 以及公司进行搜索 若是有发现任何步伐 施政将查扣硬碟手机笔电 严亚伦若是真的被定罪 演艺圈前辈的刑期可供参考 像是知名导演张作季 七年前九罪性侵女编剧 遭判三年十个月有期徒刑 而另一名名导演 逗导纽承泽性侵剧组女助理 判四年正在服刑中 艺人情侶 也因为犯下连续性侵案 遭判七年 目前也还在监狱里 于是点出重点 在一罪一罚治下 后续如果有其他受害者 满满浮出台面 严亚伦刑期只会加重 不只断送自己的演艺之路 恐怕也难逃牢狱之灾 金星人最后报道 严亚伦的演艺生涯 等于被按下暂停键 那到底能不能够恢复 就要等检掉的调查结果了 因为目前他各种商言代言 一一被喊停 预计要进入第二季的娱乐节目 《汉营业》中最新的预告里头 就可以看到严亚伦身为店长 但是他正脸的镜头 几乎都被剪得一干二净 剩下一些剪不掉的 是严亚伦跟其他成员 有互动的片段 勉强还能看到脸 《汉营业》中最新第二季预告里 所有人为了迎接大来宾 忙进忙出 画面却明显少了店长 严亚伦的正脸 只能从跟别人的互动中 勉强看到他的身影 是我们的吗 对 这边啊 这边 对不起 三十秒的预告里数一数 严亚伦出现在镜头里的秒数 不到十秒钟 就连脸书专页的幕后花絮 正脸照也几乎消失 根据了解 等到真正播出 画面更可能全数被剪掉 严亚伦六月二十号卷入偷拍风波后 手上的代言及合作案 陆续遭到切割 什么都点得到吗 外送平台 Uber Eats三月风光找来 严亚伦拍摄新一波广告 六月二十一号事件爆发后 火速宣布暂停合作 连Oneboy冲锋一也将YouTube上的广告转为不公开 同天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也公告撤换 亚洲嘉宾 事发两天后六月二十三号 亥营业中第二季脸书公告 后续未播出的画面都会审慎小心处理 还有原定下半年 接下来公示政论节目主持棒 公示方面也紧急宣布 终止与严亚伦的合作关系 充记者会公开道歉 也已经来不及挽回工作 接下来严亚伦还得面对司法调查 真正负起责任 而知名的网红儿科医师也被爆料 涉及暴力管教小孩 目前社会局已经接获通报 介入调查了 知名儿科医师在脸书上发文 谈言自己动手打了小孩 但是他的理由却是小孩生活习惯太差 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他才被迫使用暴力 不过这文章发表之后 虽然也很多人觉得 身为单亲法法很辛苦 但是更多人齐声炮轰 而照团体也痛批 暴力就是暴力 不能用任何理由去美化它 而他任职的医院说 目前已经暂停了 这位医师所有的职务 进后调查 而这名医师个人的脸书 也已经关版 原本应是稚嫩的皮肤 如今都是被甩巴掌的红种瘀青 知名儿科医师遭报暴力管教小孩 还自己在脸书上发文 开头就坦承自己动手打小孩 但理由是孩子生活习惯差 没自理能力 不了解自己兴趣 自己过去太过宠溺 才强迫自己戴上黑色面具 用明确提发方式 唤醒孩子神经警醒度 包括打耳光 罚跪 用脚底板推倒 试图用痛觉 跟记忆连结 三名小孩过去大多有爷爷奶照顾 直到四月开始自己全天后照顾 才发现问题 没想到无为不知的照顾 演变成不当暴力管教 某次孩子摆出不屑表情 他加重处罚次数和力道 甚至拜托孩子不要再让他这样 但前妻戳穿医师没说的是 两个儿子还被各甩五十个巴掌 还用脚踹 不屑眼神 只是因为睡觉又被叫起来打 甚至家中还有医师的再婚对象 知晓施暴过程 却从未阻止 暴力就是暴力 暴力不能用任何的理由 跟说法跟原因来美化他 卫福部说重话 社会局也介入调查 一届齐身炮轰 认为体罚不适教育方式 任职的院方也回应 错了就是错了 暂停他所有职务 静候调查 名为管教实则家暴 小孩已经占有生母带回照顾 尽全力保护 尽全力保护 台湾每年大约新增 一万多名儿少被不当对待 其中就是以身体不当对待的类型 是最多的 根据家福基金会公布的 儿少对父母教养的看法 这个问卷调查就指出 小学阶段被父母体罚的比例天高 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孩子表示 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体罚的原因 有七成的人认同 体罚会让亲子关系变差 还有将近八成认为 对自己的身心是造成伤害的 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就禁止体罚儿童 在日韩也修法明定 禁止父母体罚 那之后台湾法务部也就跟进了 在3月22号公告了 民法第1085条修正草案 将删除原本的惩戒这些文字 因为有家长却因为这样子 认为自己的管教权被剥夺了 认为将来不知道该怎么样管小孩 但其实修正父母惩戒权 绝对不是说以后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 而是父母不能够对子女作为身心暴力行为 那尤其看到对重视儿少权益的加拿大 又是如何管制体罚的 加拿大对于任何体罚都是严禁的 所有儿童都受到刑法的保护 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 像是没有办法提供生活必需品 遗弃儿童还有一些针对儿童的性犯罪等等 这些加害者都会面临更严重的刑事责任 但是刚刚我们报道中提到的 两起过度体罚的案例 都让亲子教养议题在网路上发酵 所以我们要联系给卫福部 嘉南疗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 李俊宏医师 请问您儿童长期遭受过度体罚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曾经看过有一些被体罚到很严重的孩子 是这样子 就是被带来精神科这边来看医生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孩子 是那个 那个时候我其实刚好有一点这个时间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医师叔叔带你去做检查 这样我就把他带到心理科去 结果我带他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站起来 我手要拿东西站起来 手这样起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说起来 那为什么整个人会说起来 是因为他过去的这些 这种被不当对待的 这个相关的经验 已经很深的刻在他的大脑里面 那这种害怕的这种反应 他其实是不经过思考的 他其实是不经过所谓的逻辑推理的 那这个不是教训 他就是单纯的怕 那当然更严重的状况 像有些有些人 那可能大脑就处一个完全当机的状态 就是我就 我就是这个对外界的这个知觉 或者是我的这种细部思考的部分 他就处一个完全封闭的这个情形 那如果说假设 我们是以这种体罚的方式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个案 因为他是在过度 这个恐惧或惊吓 或害怕的这个状态下去启动 要躲 要逃 要闪的这个行为 也或者是说他其实大脑直接就是断开 他的跟我们讲说逻辑思考 推论 执行功能 这些我们期待他去反思的这些脑区 连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这个神经的这个教育作用 他直接就把这个东西停下来 那这些都没有办法达到父母亲要的那个目的 那像主任您说过度体罚恐怕会引发反效果 那么对于施行暴力的家长来说 他可能又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这当然有几个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到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你可以去看到 现在目前这两个案子都上脸书 就是现在是一个网红的世代 那现在也是一个自媒体的世代这样子 所以某个程度上面来讲 在管教上或者在儿童的这种学习成就上面来讲 他对于现在父母亲来说 无形当中都会是一个压抿 脸书上面其实你就会去看到 很多家长他会把他小孩子的状况拿出来讲 然后呢这个教育的状况拿出来讲 所以以现代的父母亲来讲 他对于这种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压力 或教育状况上或学习上面的压力 他不再像是过去 过去大概就只有说 你的亲朋好友怎么看待你教养小孩子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 可能学校的同侪 孩子学校的同侪 就是像他班上同学的其他家长 怎么看你带孩子 现在是所有网路上的人都在盯着 你看怎么带孩子 所以在孩子的这种学习成就 或者是在他的这种成长的部分 他随着网路世代 他其实无形当中 对家长来讲 他是一个新的压力 一方面来自于外在的压力 那一方面也来自于 我内在对于这种 所谓孩子教养上的焦虑 就是他可能要试着 希望我把孩子带出什么样的孩子 那这样子的孩子是满足社会价值上的某一些期待 那这种焦虑跟他过度忙碌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付出很多时间 在陪孩子学习的状态底下 再加上他对教养本身 这种认知 上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 价值上面的不一致 或偏差的这种情形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在急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我们讲说 所要减何成效的时候 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暴力的行为就拿出来 建议师的说明 稍后再来看到国民党总统人选侯友宜 民调保持老三 传出国民党过半数的中常委 将在7月23号全拜会前 连述要求撤回侯友宜的总统提名 稍后带您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将2024来关心 国民党总统人选侯友宜 民调保持老三 传说国民党有过半数的中常委 将在7月23号全拜会前 连述要求撤回侯友宜的总统提名 不过有中常委也透露了 虽然有这个声音 却没这个动作 更有立委分析 可能是绿营在造谣 不过不止党内 党外其实也有联署的声浪 郭粉今天直奔高雄跟郭台铭合体 更透露正在拼换猴连署 还说人数会很壮观 从高雄市议员李梅珍服务处走出 红外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这首签得可真敬 不只要送高雄议员们温暖 同时也接受郭粉们的爱心 门口久后多时 郭粉们艳阳下大热天 就是为了帮郭董喊声加油 郭台铭董事长这么赞 赞 正因为国民党总统人选 侯友宜民调直直落 如今沦为侯老三 郭粉们纯纯欲动 换侯动作 蓄势待发 台面上郭粉拼联署 台面下也有换侯计划 传州已经有过半中常委支持 将在七月二十三号全代会上发动攻势 提案要求撤回对侯友宜的总统提名 但就怕被吃案换侯攻势 这一家块预计在七月二十三前的中常会上 就会有动作 沿下质疑确实有换侯声浪 但立委也分析 可能是绿营的阴谋论 无论是绿营造谣 还是确有此事 只要侯市长一天不甩老三称号 换侯声浪 恐怕会持续发酵 所以郭台铭到底能不能守承诺呢 他会不会独立参选呢 现在看起来有挺郭派帮忙联署 那他自己动作也不断 今天他一早就到台南 帮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王家珍站台 俨然是蓝银母鸡 那么脸书上也很积极的抢侯话语权 剑指政府三加一 也就是说让南大生三年读书 一年当兵的高教政策是极旧章 再度要营造民进党要把青年送战场的恐惧感 小小服务处挤满人潮 郭台铭前进台南 帮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王家珍站台 今天的站台还不是唯一的站台 郭总统还要来为我站台 没有问题 大家有答应 就算不是正牌母鸡 郭台铭深知自己资源丰富和创造议题的优势 2024难以小级拼突围 当然想脚踏两条船 郭台铭不只抢当最强母鸡 更积极抢公话语权 联书发文轰政府三加一高教政策 让南大生三年读书一年去当兵急救章 倒果为因本末导致 要和绿云送青年上战场的恐惧感别瞄头 郭台铭抛出五大主张 包括未来大学采用二加二课程设计 大幅提升高教资源缩短公司力大学资源落差等 诉求符合世界趋势的教用合一 陆站走入基层强化实力 空战端政策牛肉抢发盐权 郭台铭一举一动 似乎都在为独立参选做准备 金雄红 新马恩凯 西方报道 网红 馆长陈志涵在七月十六号 要举办公平正义就台湾活动 诉求的是司法改革居住正义 号召民众上凯道 今天他亲自递了邀请函给蓝绿白三党 不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爽怀答应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说 公平正义是每一个人都要捍卫的 所以他会出席 而近来频频在捷运 提名等各种议题 开杠的这两个人 当天就要通常较劲了 馆长陈志涵一早拜访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送上七一六凯道游行的邀请卡 诉求是司法改革居住正义 柯文哲一口答应 还在记者会结束时 用趴桌子两秒钟的动作送客 接着到新北市 虽然是由侯友宜进办副执行长 谢震达接下邀请函 但侯友宜本人点头答应 尽管是以公平正义 救台湾的民意出席 但侯友宜参议咖不免被联想 要和柯老二同框较劲 蓝白从总统大卫到区域立委 全面开战 侯友宜甚至主动挑起 柯文哲八年市长任内 一条捷运都没盖的捷运站 逼得柯文哲市府前搭党黄珊珊 脸书也说这几年北市捷运局 都在忙着盖新北市的环状县 和万大县等 黄珊珊开酸侯友宜过喉拆桥 侯友宜市长在好几年前说 什么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捷运局 在帮他们盖捷运 也许他讲错了 就是一时口急 忘掉了 他以为在新北市盖的捷运 就是新北市盖的错了 新北市盖的捷运都台北市捷运局去盖的 过去的市府好邻居碰上选战也翻脸 证明政坛上真的没有永远的朋友 台股进入了除夕旺季 上周五游长荣打头阵 配七十块钱之后 至今短短两个交易日 已经涨了十七点五块 赚回四分一 那紧接着 今年万海公司也除息五元 收盘涨了四点九 几乎百分百填息 表现很亮眼 这位货贵三雄中 最后除息的杨明 也紧接着在明天 配发二十元现金股利 能不能顺利填息呢 投资人也紧盯 货贵公司万海在今天 也就是七月三号正式除息 除息金额五块钱 您可以看到他今天的股价走势 是收红的涨了四点九块钱 离完全填息只差零点一元 发出去的股利 一天内几乎百分百赚回来 万海离填息只差临门一脚 而另一党货贵股长荣 也在六月三十号 除息七十块钱后 短短两个交易日 赚回四分之一 长荣亚洲公司 你取得长荣新加坡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长荣兄弟分家 态势越来越明朗 集团重要控股公司 巴拉玛长荣国际 陆续除情股权 由张家兄弟分别接手 先是在六月十九号 众讯宣布 转手长荣新加坡公司 给长荣海运 六月三十号 长荣除息当天也被发现 盘后再出售一笔金额 接近一百六十亿的巨额交易 据说接手人 也是张家自己人 而出息后的股价仍旧表现强劲 穩坐货柜股之手 至于接棒除息的杨明 也迎来新一波除息行情 七月三号收在六十九元 逼近涨停 台股迎接除息大秀 各大科技厂也在这周陆续接棒除息 存股族坐林鼓利 还是要等到填息 才算真正获利 亚听李方慈采采访报道 台股迎接除息大秀 各大科技厂也在这周 陆续接棒除息 存股族坐林鼓利 还是要等到填息 才算真正获利 今期新闻 为亚听李方慈采访报道 什么样的工作能够领到月薪七万呢 有串烧碳烤店喊出了底薪加全勤 再加上专业技能津贴最高七万元 不过再仔细看看工作条件 上班时间是下午三点半 到隔天凌晨的一点半 而且每周只修一个星期一 每天都要忍受高温 甚至是炭炉火的危险性 所以就算喊出了 比行情四万月薪要高的薪水待遇 还是没有人要去引证 紧贴炭炉烤折肉串 还得不断翻动黑炭 维持200度以上高温 不到两分钟 手臂上满是汗珠烫伤疤痕 也随处可见 遇到夏天更是加倍辛苦 难怪打出高薪也不好找人 有串烧业者贴出真人告示 月薪最高可以有七万元好诱人 但仔细看工作条件 上班时间从下午三点半 到隔日凌晨一点半 长达十小时 每周立休只有固定休礼拜一 而七万薪资包含底薪五点五万元 学会技能一万元 和全勤五千元 特别标注要能半重物 根据了解 店家缺人已经缺很久 薪水一路加到七万元 还是把人问津 去做这个行业 他们会觉得太累 对 因为他们客流量跟时间都很长 应该都差不多像室内厨房的温度 大概三七三八这样 我应该不会选择 因为很热啊 而且要到晚上 做这个凌晨 台湾人爱吃串熟炸烤 大大小小的店家不少 一般薪资行情都在四万五到五万元左右 人员流动大是常态 工作内容包含 营业前两小时 就得到店里准备采买备料 还要手工DIY串食材 那样的助高温更是基本要求 不管是直火炭烤或是红外线烤炉 炉温都超过两百度 平均工时一天超过十二个小时 月休只有四天 工作环境充满挑战 技高薪之外 恐怕还得想想 怎么改善工作条件 新新闻曹生徐卫成 参谈报道 疫情解封之后 不少人就想要赶紧把婚姻大事 给敲办好 不过新庄有一家婚宴会馆 却传出因为亏损的关系 这个月一号临时通知 已经定位的新人们 说八号就要歇业了 定金全数退回 但问题是有准新人 可能是两个月后就要办婚宴 那临时你要换场地 重应齐田等等 根本可能会赶不上结婚的日子 婚宴场地兼拱造型 七米挑高无良柱 就连拍摄婚纱 也能在这搞定 这家婚礼服务公司 已一阵式服务吸引准新人 但有人下定了 惹来一堆麻烦 他有跟我说 他们公司要倒地 然后要收 然后叫我去拿定金 可是后面都没有一些补偿 最重要的地方 是我要花时间 去找这些宴会餐厅 我目前问到 就是以我本来定的 那个位置的周围 基本上都已经满了 A小姐半年前 就下好地金一万八千元 原本跟业者谈好 今年十二月底办婚礼 但业者无预警倒闭 如果找不到其他适合场地 他不想将就 已经做好婚礼延期的心理准备 而受害者不止一人 網路评论上 还有人气得留一颗心 说离婚礼只剩两个月 店家采通知要结束营业 是要去哪里找餐厅 这家婚礼会馆在新北新庄 经营大约十年时间 好不容易成功疫情 却选在此时黯然退场 业者私下透露 疫情关系亏损严重 原本想跟房东谈租金 减轻负担 七月一号确定谈不成后 就陆续告知消费者 七月八号结束营业 也有转接到其他婚宴会馆 而且定金全退 如果解除七月的话 原则上就是按照 那个定金付多少的加倍 加倍退还嘛 根据了解至少有时 对新人受到影响 大家几乎都花了大半年时间 筹办婚礼 就是希望有场完美的终身大事 结果遇到业者突然倒闭 谁能不及的像热锅上蚂蚁 繼續有关 跟彭志华采访报道 台湾正掀起史上最大百万缺工潮 连矫正鼠也急急救火 释出了外溢间缺额 请监狱大哥们到企业上工就籍 而面对这样的百万缺工潮 国安危机到底该如何自救 稍后带你关心 台湾正掀起史上最大的百万缺工潮 总缺工高达一百万 那有多缺呢 就是连矫正鼠也急忙救火 释出了外溢间的缺额 让监狱大工可以到企业去上工就籍 尤其制造业跟营件业是最缺人的 所以有不少国家建设延宕被拖卖 还有住宿餐饮服务业都缺 企业开缺的速度高于求职者 所以目前是两个职缺要去抢一个人 尤其服务业向来是台湾的低薪产业 所以现在连五星饭店老董都得下来帮忙铺床 但是缺人却又难以加薪 这样的百万缺工潮 国安危机到底要如何自救 那大开移工又会是唯一解放吗 带您解明 国内的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一行 基层人员给了四万 那其他相关的领班 副理 所有饭店其他的同仁 是不是也一样要调整起来 那这个整个饭店的人事成本 会增加多少 你看现在外墙在石座 根本没什么人啊 你看那边那一洞也都是没人啊 一场动摇 国本的国安危机 薛公压着几兆元的订单出不了 百万缺工潮正席卷而来 我们常讲接大单不会太开心 你会担心交起交不住 夜空月儿弯弯 低下头高丽菜田翻新点点 这些心是台湾高丽化农业现场的 救命心 他们来自东南亚 也因为这群人记者参一镜村子 就被盯上 太多了 没有 我现在 我就先来到旁边做饭送了 农户大为警戒 因为他们找的小飞侠 也就是暗日祭筹的外景黑公 造了小布小五的 吃到七八十回到九十回 这样做 对 我好像是九十五回 是真的不退休 还是因为人情关系 不得到来帮忙 這群隱形的農業大軍 通常靠當地的白牌車司機安排 對比沿途錯身而過的是村子裡的千歲團 小飛俠一字排開灑農藥 冬天刮風 夏天日曬 高校運作 遊奏非法 但撐起了台灣農村 農芒石可比當地人口還要多 你們去兩個月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對 去採茶 還是高利債 一年可以賺多少錢 一年 很多了 很多 再一個月 再兩個月 她是阿豬 跟丈夫從工廠逃出來 採菜十二個小時 一個人限領台幣一千多 沒有證件 警察來怎麼辦 沒有上班 我不知道 台灣是寶島 如果沒有黑工的勞動力 農村馬上變孤島 這些所謂失聯移工 對 老實講 農民也不會得到高差價 因為只會得利到那種 所謂進口貿易商 譬如說像有轎車曬過 或是比較深屬人進來 我們有更怕他們就開始要走 以我們正在來說 算幾個台幣做 差不多有 這麼有四聲 基本上都有一個 兩個 甚至有一個 三個 四個 你沒有這麼工人進來 真的我們沒得到成功 有田卻沒人種 沒力種 老農不得不和非法移工 成為生命共同體 不過政策思維認為 大量開放移工 將搶走台灣人工作 目前只針對製造業 家庭看護長照 還有營造 海上漁業路上養殖 和特定農業移工 拉出配額 尤其最需要的農業移工 僅開放六千人只核准一半 但季節性缺工卻高達十萬人次 從數字來看 移工人口從二零一零年 三十八萬人到二零二三年 會翻一倍到七十六萬人 若再把八萬名逃跑移工 和嫁過來的五十七萬 明星住民算進去 等於在台灣每十六人 就需要一名移工 比例高過和台灣國情相近的 日本七十二比一 但移工真的是解放嗎 殺雞拔毛 批發市場的體力 活也有移工身影 移工板野殺雞 天亮前再撿一份拆 政府不趕快解決移工大缺問題 合法的週末都跑去兼拆 將嚴重連動衝擊 但民間到底多缺 燃利銀行統計 這兩年企業需求 都衝到了一百萬上下的高檔 缺工潮前幾大 製造和營建缺口將近二十萬 旅宿餐飲服務業缺了十九萬 電子業資訊業十六點四萬 少子化又低薪 滿街大學生 學用落差 既值寒冬 外送吸走了十二萬人 八成八的企業曾表示找不齊人手 這時大哥入局 結就缺工危機 清晨六點多天未亮 製造業食品業洗衣公司 派車到台灣各個萬一間 再大哥上工 原本是協助非重大犯罪 表現良好的受刑人 在服刑最後一年練習復歸社會 現在他們成了工廠的救命省 目前全台灣有兩百多家企業 包含上市公司 殯葬業 接受絞證署的推銷 以示成主顧 其享有一成的人力都來自受刑人 八的外衣間當作是一個我的外派公司的對象 外衣派遣可以用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我舉雙手贊成的 我們先開始用十個人以後 我們創辦人大肆宣揚 然後跟同業或是我們的廠商客戶講 你一樣是有需求 就是能力上 就是可以朝這個方向去申請 對 所以就是有點假後倒休博的概念 他們年輕力壯 刺激了平均五十歲的高齡產線 其實我們來這邊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我們來這邊是用勞力 來換取我們可能的一些 我們所想說的一些減刑的部分 未來在這個產業 我是覺得我是可以繼續服務的 初期因為開始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這些同學們到底犯的是什麼刑 然後會不會有什麼傷害 或者是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有的時候反而會覺得 比我們自己的員工 就是更有效率一點 因為他們是兩兩一組作業 然後當然做久了就會有默契 想投資 全廠自動化的成本高過薪水 但是機器人的確能解決人力卡關 機器人滿常跑 網品旗下韓式餐廳 送餐苦差事交給機器人 一台等於敵兩個人送餐 不少餐館都看見趨勢 在規劃之初預留九十公分以上的跑道 讓機器人會車即可 不過會車是小 超車是大 台灣人據所得要超車日韓 必須直求對決缺工 尤其美中貿易戰台商大回流 台積電擴廠 當半導體跑去挖傳產員工 傳產搶服務業 年輕人入職出街的餐飲飯店服務業 都站上懸崖 缺十九萬人 好幾家大飯店總經理根本坐不住 其實我現在坐起來有點吃力 我今年 馬上明年六十五歲也要退休了 有時候我今天把他們弄起來 也是 自己也是一身 滿身大汗 圓山老總親自下場支援清理房間 飯店的房務清潔員 汽水即便調到三四萬 年輕人就是不來 那各位同仁早安 好 裡面有一半還來自外面的清潔公司 但是外包也曾經人力斷炊 所以二十幾間這種你們都拼過 這種帳你們都 對 可是那時候是沒有加鋪床 跟就是沒有整房 就是只有整理廁所 跟補貝品而已 那時候二十幾間 對 然後現在是 就是全部都獨立作業 大概二十五間吧 對 你們這樣弄下來無敵鐵衣缸 真的 創技術 所以每天都吃很多B群 那加薪就有人來嗎 你給四萬會來多少人 我都不敢說 年輕人 基層員工 不願意幹這一行 一旦調整的基層同仁 整個飯店都要往上提嘛 經營成本如果高起來的話 沒有飯店能承受得了 這是一個成本結構 是啊 是啊 那這個我們已經花了一年的時間 做了上千多次的媒合 都沒有成功 我個人覺得其實 台灣薪資還是普遍偏低 我覺得可能五年十年以後 Double是應該的啦 政府怕擠壓到無經驗好入手 或二度就業民眾 不開放服務業移工 對比日本的便利店 早就透過各種政策 刷一排外籍人力搶工 也有其他人力業者預言 五年後台灣恐怕搶不到 東南亞勞動力 像日本二零一八年 就啟動搶工先發 起薪合臺幣四萬五 發給永住居留證 可帶家人移民 接受最多的是台灣也極缺的 印尼越南移工 台灣二零二二年跟進 推出留財主用方案 所有移工都適用 只要合法工作六年 通過訓練有中階技術的資深移工 月薪給到三萬三 雇主就能提出留用申請 但第一年上路才申請四千人 政府又放寬 製造業和屠宰業 移工只要待滿三年 雇主簽結 移工再待五年就能拿居留證 也可以把七小借來台灣 這等於把深所的移民大門 推了個縫 新北市這家噴漆機的業者 就為移工申請 因為組裝一台 他就要交三年 我們在請的時候就覺得說 那我們這麼努力訓練他 以後他還是會走 那我們怎麼辦 但是你如果完全都不改善 你都完全跟洗錢一樣的方式 那你想要找到 跟以前一樣的員工都不可能 因為你時代在進步 當發達國家的勞力 都往高技術和服務業移動 把出眾的藍領工作交給移工 台灣為何顛倒呢 留的是月薪三萬多的中階技術人才 而非最基層 我們需要的是船員 我們需要的是 就是真的做那些基層工作的 勞力付出的人員嗎 我們不需要經理啊 那我們不是要栽培我們自己的人才嗎 中階留用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現在先解決產業需求 那當然這一塊也不能一直寄望 就是說雇主一直主張講的 我就是缺工 我只願意提供這麼低點的薪資 那這個不就是跟剛剛講的 你不願意拉高薪資 去鼓勵年輕人投入 剛好兩個又衝突 我必須要去點出這個難題 就是雇主有可能是成本考量 把優秀移工薪水拉高 反逼台灣雇主把本勞鎖得 同步提升 也有專家建議 防銷歐洲薪資透明化 公布公司每一個區塊的薪資 可激勵同業比價效應 高薪的勞工平均多少錢 低薪 同一個公司 低薪勞工平均多少錢 比如說我是三萬塊月薪 我就知道我在整個公司 同事裡面 我是低薪還是高薪還是中間 他就知道了 他就可以做決定了 讓員工去挑老闆 低薪企業就繼續缺工 抵擋得了那個同業招募的壓力 那你就繼續低薪嘛 對不對 我也沒有逼你 缺工問題是刺進台灣的一根針 拔出來會見血 不拔化弄發炎 傷更沒有機會痊癒 而另一個缺工現場是營建業 他是台灣經濟的火車頭 從蓋房的鋼筋水泥 到家具裝潢 光是住屋需求 就可以拉出一串的消費產業鏈 不過營建業一缺工 就會先動成本飆漲 房價上漲 讓人更買不起房 不生小孩 這樣的惡性循環 明天我們會從營建業的現場 帶您看缺工問題 休息一下稍後要看到的是今年度陸軍天馬操演 首度選載加入唐海灘 進行脫式飛彈 實彈射擊演練 對外展示我軍精準打擊目標的能力 場面相當震撼 這也是陸軍首度將天馬操演遺失到方山鄉的加露唐海灘 同一次讓脫式飛彈向西射 而這一回演練的過程 軍方以海上靶船模擬共軍兩棲裝甲車 對外展示我軍脫式飛彈精準打擊目標的能力 場面相當的震撼 避兜放箱海岸炮聲鎮耳欲聾 避兜放箱海岸炮聲鎮耳欲聾 避兜放箱 命中目標 脫式飛彈攤岸反登陸 精準命中目標 彈無虛發 今年度陸軍天馬操演 首度選在加入唐海灘 進行實彈射擊演練 第一陣地射手為尚氏邱鴻鯉 模擬敵軍船團步步進逼 解放軍兩棲裝甲車 闖入本島海岸線兩公里 平均八秒擊中打擊目標 搶在登陸之前 盡可能以火力削弱敵方兵力 別於過往三腳架上 定點鎖定敵軍 這回天馬操演 該踩車輛裝載拖式飛彈 快速抵達攤頭 並於轉移陣地尋找隱蔽處 以提升戰場存活率 然現行脫式飛彈有個缺點 那就是使用銅線引導發射飛彈 容易受限於場地複雜 偏離目標 同性也可能遭到切斷 陸軍服役中的脫式2A飛彈 又號稱坦克殺手 最大射程可達三千七百五十公尺 能夠逐層穿透裝甲車 但過去就曾發生銅線觸水拖把 未來國軍就要引進新一代 脫式2B飛彈 不只打得更遠 採用無線射頻引導 還能追蹤裝甲車脆弱的頂部 達到精準打擊 好消息是明年預計有上千枚 能夠到位 透過我們自己的國艦國造 國機國造 這些相關的程序 以及外購的方式 來取得我們適切的武器裝備 都是非常重要 國軍弟兄保家為國實時演練 提升戰力 面臨海上威脅 重炮痛擊 記新聞 練正好 許容長報道 美國參眾兩院近期將審議 2024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在眾議院的部分 議員積極提出修正案 光是跟台灣相關的部分 就多達了34項 包括邀請台灣參與環台軍演 為台灣設戰爭儲備物資等等 我們連線給國防院戰略所所長 蘇紫雲所長 請問所長 美方的實際作為到底有哪些 畢竟其實美國國會議員 邀請我們參與環台軍演 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好像過去每一次 也是指紋樓梯想而已 的確 從2018年開始 就是美國的這個 國防授權法都提出 要這個 就是美國國防部 邀請台灣參與這個環台軍演 不過我想這都是所謂 屬於一個就是國會意見的表達 沒有強制力 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行政部門 也會強化跟台灣的軍事合作 比如說在今年 就會有兩個贏的這個陸軍 台灣的陸軍部隊會千萬美國進行協訊 所以我想就是即使短期內 台灣可能直接參與2024年這個環台軍演的機率 相對還是不高的 可是透過這樣的努力 就是會逐年的增加台灣跟美國的軍事的這個交流跟合作 這一點實質上的意義可能會大於這個環台軍演 那同時在從環台軍演來看的話 很可能就會變成說台灣先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 或者是說先以海岸巡防署的這個角色加入 那這都是很有可能一個短期的方案 所以我想台灣什麼時候加入這個環台軍演 我想是一個就是比較長期的這個可能性 但是就短期的這個影響來看的話 對台灣還是非常有利的 為烏克蘭展開反攻以來 在前線戰場跟俄羅斯軍的交火更加猛烈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烏軍光是在烏東戰場就擊斃了兩萬一千名瓦格納傭兵 不過他也警告俄軍已經做好 炸掉札波羅熱核電廠的準備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則表示 普丁發動戰爭引起了民眾不滿 會是他們招募間諜的絕佳良機 我們要繼續請教蘇紫雲所長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里雅爾今天表示 這個俄羅斯部隊在烏克蘭東部前線地帶四個地區向前推進 兩軍也爆發了激烈戰鬥 現在烏俄的狀況如何 那這一場所謂的激戰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應該在今年秋季前烏克蘭可以取得一個決定性的戰果 也就是很可能會收復這個鍛煉刺客跟盧干刺客的烏東區域 那第二個如果說烏克蘭的這個反攻更加順利的話 他甚至可以重新拿下這個克尼米亞半島 主要是烏克蘭第一個是他獲得西方的軍備跟訓練已經逐漸的完備 都已經回到烏克蘭國內準備戰略大反攻 第二個戰術上他現在進行的是一個試探性的攻擊 也就是一方面找出俄國防線比較薄弱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持續打擊俄軍的士氣 第三個俄羅斯境內的這個政治氛圍還是相對不穩 儘管瓦格納集團就是說的這個快散兵變已經結束 同時他領導人也等於是被放逐到白俄羅斯 在俄國內部就是他的正規軍這個指揮鏈 目前看起來是相對要重整的 這對於俄軍的防禦來講是比較不利 烏克蘭現在面對北方來的攻擊的威脅是存在 但是不會是決定性的 相對的烏克蘭自己在向東跟向南反攻的兵力 保留有大概16個旅的完整兵力作為戰略預備隊 在決定核時核地決戰的時候就會投入 所以目前就是觀察對於烏克蘭 他所提出在9月就是秋季前會達到一個 就是可信的戰略目標 我想這是比較樂觀 而且是可以就是合理去評估的一個 就是結果了 日本知名的親中派大佬 前眾議院議長何野楊平 今天開始率團訪問中國 其中成員包括了沖繩縣之士 玉成丹尼 那這個訪團此行在日本引發了議論 因為玉成丹尼過去就一直反對台灣有事 也就是日本有事的主張 再加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日前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的時候 曾經提到琉球 這也是習近平主政以來 第一次的公開觸碰琉球議題 也被認為是為玉成丹尼訪問中國在鋪路 學者就分析 習近平打出輕巧的沖繩友好牌 是想要分化反戰沖繩 跟備戰日本之間的關係 況且拿下第一島鏈重要開口沖繩 也等同破壞美國圍堵中國的重要防線 警報系統響徹全境 今年三月沖繩首度舉行 引引臺灣有事的居民疏散模擬演練 計畫六天之內撤離十二萬人 到日本九州避難 4月底日本自衛隊 將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 運進沖繩縣石元島和宇納國島 中共媒體大篇幅報導 甚至頻頻炒作流球問題發酵 不只一次明確表達 反對美軍持續駐紮沖繩 去年連任沖繩縣之士的玉成丹尼 父親是前駐沖繩美軍 玉成丹尼二零零一年投身政壇 隔年當選沖繩市議員 後來又晉升眾議員 二零一八年首度當選沖繩縣之士 被視為沖繩政壇的反基地派 主張因削減島上美軍人數 玉成丹尼週一起到訪中國 中國官媒早就預告 環球時報更在玉成丹尼抵達這一天 刊登他的專訪 強調 絕不允許日本政府主張 臺灣有事及日本有事的論調 使沖繩淪為戰場 同時提及自己三月份訪美時 就像美方談到軍事衝突 將損害美中國家利益 認為排海和平穩定極其重要 美日都因為緩和局勢做出努力 這一個又一個動作 都顯示北京正在打沖繩牌 就連六月初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國家版本館時 不談釣魚台主權 卻特地以劉球稱呼沖繩 強調劉球王國與中國淵源極深 北京積極拉攏沖繩 已經開始引發區域關注 針對這些岸田政權內部 比較反對岸田的力量 特別是沖繩 然後進行某種程度合作 希望對岸田政權給予一些牽制 美國在亞洲地區最重要軍事基地沖繩 然後一旦這個點被突破之後 對於美國的印太戰略也罷 圍堵中國也罷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突破口 他也充分瞭解到沖繩跟這個駐地美軍駐日美軍之間有個這個很大的矛盾 如果他能夠藉由拉攏這個沖繩 然後來達到這個未來有朝一 能夠將美軍徹底的這個從第一線 從這第一島鏈沖繩這邊給撤軍的話 那他的這個這個戰略的眾生 或者戰略這個範圍 就能夠很快的這個有突破第一島鏈的希望 算人口只有100多萬 但沖繩在美日中關係上一直扮演關鍵角色 更是美國在第一島鏈防堵中國的重要關口 北京更企圖在琉球推沖繩獨立反制 給日本製造麻煩 臺灣他覺得這個在這方面被日本或是美國撐腰之後 增加了他解決所謂臺灣問題的這個難度的話 他也當然很樂意製造一個沖繩問題 來製造你跟日本跟美軍之間的在這方面的一個矛盾 沖繩之次這次的訪問中國有可能被中國利用 然後讓中國拿著沖繩 然後要求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面 甚至在臺灣問題上面有所顧忌 未來可能中國會透過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 以福建為主 然後對沖繩進行這種算是重要的經貿交流 然後透過經濟影響沖繩 民眾對於這個反戰和平的支持 以及對於美軍基地的反對 堅持日本不要讓日本介入臺海有事 製造沖繩和日本政府 以及美軍之間的矛盾 中方坐收益翁之力 習近平不提出嚴肅的領土主張 反倒選擇打出輕巧的友好沖繩牌 在施以經濟誘因 便能獲得重要戰略利益 似乎是想以最低的政治成本掀起 每日最大矛盾 就在沖繩縣知事仿中之際 我們的立法院長尤錫坤 將在明天率團從宜蘭蘇澳 搭乘南北之星二號 前往在沖繩縣的宇納國島 推動蘇澳和宇納國島的直行 這次活動以國會外交打頭陣 由臺灣立法院長尤錫坤 跟友臺的日華肯對接 除了日本日華肯會長古烏龜斯 接待院長之後 並且跟著院長一同搭船返回蘇澳 日本這一次讓有軍方背景的人士出席 日方出席的名單 還有日華肯事務局長沐元忍 他曾經當過日本自民黨青年局長的眾議員 那左左目跡之外 以及眾議員是西明恆三郎 還有島靠安一子 這兩個人都擔任過沖繩 及北方對策擔當大臣 對當地的安全情勢是相當了解的 除了剛剛看到這五名日華肯眾議員之外 安倍內閣時期擔任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 也就是相當於臺灣的參謀總長的河野克俊 以及身為自民黨國防部會長的沖繩議員 國廠信之柱 也在既定的出席名單上 雖然表面上我們就看得出來 他定位是觀光行程 或許檯面下更有鋪陳 抬著未來在軍事撤僑 難民 跟醫療合作上的關鍵意義 稍後繼續來關心日人人亞倫 日前被網紅發文指控偷拍私密影片 那經過早上的經過長達三小時的筆錄 晚上又到視靈體檢署進行復訊 稍後帶您關心 藝人陳宣宇NONO被網紅 小紅老師指控性侵未遂 小紅老師並且於六月三十號正式到法院案領申告 而且截至目前累積超過三十多位受害者出面爆料 其中一位方療師指控他曾經在2012年被性侵 但是至今卻沒有接到一句道歉 恩小姐透露當時NONO在沒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況之下 對他性侵而NONO當時對他用了很大的力氣 所以他怎麼推都推不開 而遭到性侵的隔天他既害怕又崩潰 甚至到副產車看診 而他還被要了這個被NONO要了電話 所以NONO接下來幾天都用電話跟訊息騷擾他 但是至今他沒有獲得任何一句道歉 而一人顏雅倫日前被網紅要勒發文指控 涉嫌在要勒還沒有成年的時候 就偷拍了私密影片 台北市警局副佑隊 今天早上九點半約談 顏雅倫道案說明 而晚間七點左右 顏雅倫又到市林地檢署進行復訊 訊後 檢方依兒少信博學防治條例 預令五十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藝人顏雅倫遭指控涉嫌偷拍網紅要勒 未成年時的不雅影片 三日晚間七點十七分左右 到市林地檢署接受復訊 態度相當低調 而在這之前 先到台北市警局副佑隊 道案說明 戴著黑色口罩 一頭金黃色亂髮 顏雅倫一臉憔悴 在經過三個小時訊訊之後 終於走出警察局 面對提問 她幾乎都裝作沒聽見 直到有媒體提出這個問題 聽到敏感字眼 少度開口否認 但檢警大動作約談 就是針對她六年前 對網紅要勒做的這件事 要勒在記者會上指控 十六歲時就與燕雅倫交往 對方還想拍攝私密影片 被要勒拒絕 之後燕雅倫卻以強迫手段 發生關係正偷拍私密影片 2018年9月兩人分手不久後 要了就發現私密影片被流出 卻遭燕雅倫方威脅 不能爆料 否則就叫黑道把它處理掉 種種疑問 等著燕雅倫給出答案 不過就在啟動偵查的關鍵時刻 卻被懷疑她搭的車是附幼隊的真房車 難道大牌藝人面對偵訊 享有特權嗎 後續因為有相關的偵查 作為需要進行 所以說我們可能來的時候 跟離開的時候 我們都會使用真房車來做接受 特地澄清這次的約談行動 是由事件主動偵辦 因為燕雅倫涉嫌拍攝 未成年私密影片 違反兒哨性剝削仿製條例 檢方擔心她會因故缺席 才會要求警方慎重處理 檢警高規格辦案 除了要釐清真相 還給被害者公道 未來還要藉著調查行動 把所有她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統統攤在陽光下 新新聞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市中心的新橋車站附近 今天下午傳出有大樓爆炸起火 疑似是瓦斯外泄釀成意外 造成四個人受傷 稍後帶你關心 我們也許知道 賠償 我們結束 近鄉團鎮頭可能有七爺八爺 有三太子 但是高兩公尺的星星 黑星星 大概只有這一團才有了 這是7月2號到雲林 参天宮近鄉的中藝劇團 團長說因為看到了 東非沸沸逃脫的事件 才想到要在鎮頭裡 加上黑星星演出 表演者只這樣頂著 35度以上的高溫 又穿著厚重的布偶裝 真的很辛苦 但是跳起舞來 還是靈活的不得了 兩公尺高的大猩猩 披著紅色彩帶 跟著電影節奏起舞 別看他好大一隻 跳起舞來輕快又俐落 什麼時候京鄉團裡 連猩猩也加入啦 信眾們大開眼界 不過這其實有一段故事 這個是團長 因為前陣子看到 那個有一隻沸沸 好像從動物魚逃出來 對 然後看到這個點slogan 然後去做了這套猩猩裝 想要穿上猩猩裝也是一大工程 必須先將擴環一一擴上 才能開始充氣 我先進去囉 解析猩猩裝結構 原來裡頭有一個風扇 專門抽外面的空氣進到布偶裝裡 才能讓猩猩順利站起來 穿上猩猩裝後想要展現靈活舞姿 也是有配奔 像這種跳舞的話 那他這個 現在這個舞步啊 就是比一般正常要跳這種舞步 要加大一兩倍 甚至兩三倍 耗費體力是其他布偶裝的好幾倍 正值高溫 夏天來臨 新興裝裡的人 簡直就像洗了一場蒸汽浴 當初就是想說可以把廟會 弄得像巴西嘉年華會一樣 畢竟因為臺灣有的人 對廟會的觀感比較不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想說做一些這種東西 比較親民 然後讓小孩子也喜歡 大人也喜歡 大猩猩跳陣頭 翻轉傳統民俗文化 跳出新創意 新興趣的專門報導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大方傑 我們再會 多好了 大方傑 兩千里 兩千里 大方傑